來 張聖書老師 我們就來從紫薇命格看男人 他是屬於會原諒另一半出軌的 有這樣的男生 你那是什麼表情 我不曉得男生 會沒有這種男生嗎 這麼大度量的很好 什麼紫薇命格的男人 會原諒另外一半出軌 對啊 這個三個答案就是 長得漂亮 長得漂亮 所以你看你們都不信吧 事實上男生或女生 都不容易原諒另一半出軌 當然啊 但問題這是社會風氣的問題 你看我們以為女人 容易原諒男人對不對 是因為男生出軌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去勸女生 忍一下 男人都這樣 可是如果是女人出軌 你會去勸男生這樣嗎 不會 戴綠帽了 你還在這裡 是不是 這就是其實跟社會風氣有關 因為我們過去都是男權社會 所以我們這裡來看 但是真的會去原諒 其實是有某些原因的 來 我們從夫妻公來看 比如說 出軌公如果有天同心的美好 我們看 他為什麼要去原諒老婆外遇了 各位想 如果今天潘金蓮外遇了 那吳大郎為什麼要去原諒他呢 他也找不到第二個潘金蓮 水母拍照狗 其實我們以前都說 騎大飛偶 你今天娶了一個說 跟你高潘不了的人 大家覺得好棒 其實是災難的開始 對不對 所以這樣自殘行賄 簡單講叫自卑 我不好 他願意跟著我 只要不要走就好了 怎麼我不要管 所以事實上天同這樣 他本身就有自卑心 那意思就是說 娶了老婆如果比自己高的話 就要小心 其實他就 不安全感 反而會讓老婆真的跑掉 就有這樣子的特質在 好 再來我們再去看 你看大陸那個誰 大陸那個 王寶強 對啊 活該那個 對不對 宋哲被抓了 最近還有一個大陸的程序男 被女生騙婚之後自殺 直接留言 說他被一天花30萬人民幣 一個月總共花掉那麼多錢 他自己本身條件有那麼差嗎 那個男生是矽骨留學回來的 但是他非常內向 他說被騙婚是不是 他說被這個女的騙婚 他的老婆就是現代潘金蓮 對 長得很美 沒錯 然後交往一個多月結婚 被騙了一千多萬 人民幣 然後離婚還要求他再給一千萬 可得要如何如何 然後男生自殺了 上個禮拜的辛苦 逼死了 也是不公平 大家就會覺得說笨男人死不完 對不對 怎麼那麼多 是 再來 太陽星落入夫妻 我們往往會說太陽星可能會比較寬容 他會原諒是不是因為寬容 其實不是 我告訴你 是為了面子 因為很多男人會覺得這件事情傳出去 我第一個是丟臉 他只好忍氣吞聲 所以那個心裡的痛一刀一刀一刀的 可是還要故作大度 沒關係 我不在乎 可是你可以看到 所謂的寬容 往往有的時候就是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如果提了之後呢 搞不好更慘了 所以他想的越多就越不敢 還只好假裝 所以我們看到 剛講男生會去原諒 其實是 只要身邊的人 不要在那邊見縫插針 不要在那邊煽動 事實上事情都好辦 最怕的都是身邊那些三姑六婆 這樣是你還忍得了 對不對 這問題都大了 再來我們看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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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這還不好怕 重招 別擔心 這不要走害怕 其實這有個先決條件 就像常依你剛剛在講的工具人 對 如果這個婚姻是一種現實婚姻 雙方互相利用 那麼有錢好辦事 以前有說遮休費 不就是這種觀念嗎 對不對 可以知道 清朝有個大將軍 他年輕的時候很窮 窮得不得了 他老婆去外遇 他去桌了以後 他竟然沒事 他說沒關係 我把我老婆賣給你 你給我一筆錢 他就直接這樣講 大家就說 這個人怎麼那麼丟臉 他拿那筆錢出去重軍 最後成功以後 他回鄉你說怎麼樣 他把老婆買回來 他說當年就是你幫了我 還會打一頓喔 沒有 這個老婆他認為 就是他的最大的貴人 這個老婆後來是 慶長有名的一品夫人 這樣還可以做一品夫人 寶恩他就 為什麼他當年覺得 是我 你看我現在很窮 你離開我對不對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好 我賣了 我去跟監賦收一筆錢 你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恥笑他 他出去成功之後 回來把老婆買回來 厲害 這是真人真事 所以真的有可能複合 這個很多事情對不對 他這樣不就複合了嗎 你說保時捷把老公找到他 去把他結婚 難說 難說囉 對